女子一手背著皮包 一手拿著水果刀走進巷弄中 沒多久被附近的住戶發現 居然倒臥在血破當中 住戶簡直嚇壞了 連忙通報警方 致命傷就在女子頸部 有一處長達10公分的刀傷 腹部旁還有一把水果刀 警消到場時 這名女子已經明顯 沒有生命跡象 事情發生在26號晚間5點多 這名35歲的女子 獨自騎著機車 從南投前往彰化 大同路的一處小巷內 沒多久就被附近的鄰居發現 倒臥在血破當中 那我們訪問附近的住戶 結果他們說都沒有發現到 有爭吵或是打鬥的聲音 警方表示初步判斷 當時女子 並沒有與其他人發生衝突 已經聯繫家屬要釐清 女子為何獨自一人前往彰化 但女子死因仍有待檢調單位 調查釐清 記得陳孟輝 彰化報導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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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